在我心目中 对于台湾有多种的方式 为什么我要选一国两制 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就是一国两制这种方式 能为中国带来什么好处 不是台湾 我不关心台湾 为什么我们要一国两制 给它特殊待遇 为什么不一国一制 给我个理由 对 我说你这个 这个也是 我说你讲的很有道理 Peter这样好 针对他讲 就是说那一国两制 那跟一国一制 对整体中国来讲 那哪一个你觉得会比较有利呢 基本上卡拉的问题是问这个 好 一国两制 我觉得对整个中国是有利的 但是说对整个中国说是 一国一制长远来说 对中国是有利的 在短期 一国两制对中国 是说你可以抵消一些 因为国家统一以后的一些代价 对吧 所以说我说从长远来说 我还是给你 就长远来说 中国全中国肯定会走上一国一制 比如说货币 对 又什么台币 又什么港币 又是澳币 澳门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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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麻烦啊 对不对 对 总久他可能会同意 对吧 但是作为临时的措施 所以我说临时的措施 你必须是临时的约束在里面 现在你还允许你要从一个误区里面走出来 你觉得好像一国两制光是有利 台湾而不利于有利整个大陆 全中国 那我真的是错的 这是错的 你减少一些 你减少大陆的上处理这些问题带来的一些成本 对 降低一些成本 对 嗯 对 而且其实 你要首先 你坚持一点 你怎么做 你都你跑不掉 你在我中国的版图内 现在这样子 那看 呃 大陆 台湾的大陆 他不是 你如果是用我是中国 你是大陆 你是台湾 你等于说你这种定格啊 语言上的定格 就把它定格为 你不是我的一部分 这是错误的 嗯 嗯 对 皮特先生 其实我真的是 嗯 台湾有台独对不对 嗯 对吧 台湾有台独 其实我觉得大陆 他的新一代已经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路独了 他也不在乎他是不是你的一部分 你说是侵略就侵略吧 大概意思都差不多类似于这种 嗯 那对于这种人来说 他本来也不把台湾人当成自己人来对待 他也不把台湾人当成同胞来对待 比方说我 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把我说成路独 确实是可以 我并不觉得台湾人是我的同胞 我觉得也不应该给他国民待遇 那我好奇了 那你路独了那你还打怎么打 你就毒就是啊 反正都是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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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换一种说法嘛 统一比侵略好听啊 为什么我不用我不用我好听 你就说先入毒 然后再出兵攻打台湾 是不是这个概念 对啊 反正台湾人也不是自己 不用把他当成人来对待 就如同俄罗斯出兵乌克兰那样吗 哇天啊 对啊 有统一这块牌子 但是也不用把台湾人当成自己人 地可以占 人还可以不当自己人 成本就很低了 嗯 嗯 我跟你讲 其实你这个反映了一种大陆的年轻人 一种那个心态 就像5030 这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反映心态嘛 就像那个5030 反映了一种台湾年纪性的那种心态 这个5030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5030 老实你大陆啊 管不了台湾 你管不了你都没有管 你我没有统治我 你还怎么样 其实他这种心态啊 就是受折磨的心态 嗯 就天天有种焦虑嘛 你大陆老子在压迫压迫嘛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呢 那为什么大陆老子会压迫你呢 嗯 因为他就跟你就是有特殊的关系嘛 嗯 你不会因为日本人 你不会感觉日本人在压迫你嘛 对啊 所以他有一种那个情绪的反应 嗯 那那个谁呢 那个 像那个谁那个卡尔 像你们半年轻人 我不能说有很多哈 但是我也我也看到一些 就是台湾 我们给你那么多优惠 嗯 对吧 你的媒体还在骂大陆 嗯 对吧 对吧 15人在各个群里面在网上 还是无名化大陆 对吧 所以是一种情绪的反弹 对吧 但是我跟你讲到政治层面的话 这个国家领土的这个像你说我们的独立让 你说路独就等于说让台湾自己去那个独立 这个政治代价是非常大的对那个政府来说 没有 他所谓的路独是说他现在就不把台湾人当自己人了 他自己就是自己然后他要出兵打台湾了 就是这样 然后用着统一这个牌匾 就是我们统一台湾 然后我们用中华人民国的名义 但是我们不用把台湾人当自己人 反正也不 打台湾还是要打 打台湾还是要打 但是那个心态就是不是自己人 就是反正你是另外一个民族 或另外一个国家的人 但我还是要打你 这种心态对不对 而且我们还可以借着统一这块牌匾 不是很好吗 就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 对 其实是这样子 中国大陆要统一台湾 就像台湾要统一大陆是不要理由的 你明白吗 不要理由的 严格讲 不需要民进党当局去踩红线 因为本身就是我自己的国家的一步 我什么时候想同 我就什么时候同 本来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要找出个理由 我的民族 本来就是我的领土 对吧 这样子的情况 但是像 其实卡尔尼有点矛盾 你自己说 首先你又要统一它 对吧 但是又讨厌死了 你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这是台湾人 对吧 这个问题你针对的不是台湾这块土地 你针对那些人 那人是很好处理的 你比如说在大陆上 大家知道 你听我说 如果说按照共产党以前的做法 思想改造运动呢 对吧 国家统一以后 就必须在台湾 首先比如说你要国家认同这个教育要做的话 那就等于相当于思想改造运动 当然它不可能像以前那样 然后到青海去 到北达荒去 但是对少数极端的台独的 甚至有暴力倾向的台独人士 对吧 可能会有这种结果 所以说 皮特你讲思想改造有点可怕 可不可以说爱国教育啊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就是 你一直说思想改造 也不是说完全那么恐怖 好像就是整个要把你关系的 那不见得嘛 就是说你的情绪 卡尔的情绪 针对的是 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有些政治侮辱 谩骂大陆人 那些那部分台湾人 但是你不能拿自己的 国家那块土地 能作为一个代价 对吧 我不管 你针对这些人 不是那块地方 首先 皮特先生 我认为 研究室 我并 就是说你说 一国两制能减少统一的代价 那我觉得你是以另一种方式 以一国两制的形式 就是那我 我是觉得如果是一国两制 其实是以另一种方式的负代价 最后的代价说不定比一国一制 你说的听听看 你说的听看 他有什么代价 两制有什么代价 两制就是 我们明明可以一制 你凭空变出来两制 为什么 我现在在江苏省 为什么江苏省不一国两制 你不是 我们不是完全可以 就是一国一制台湾 为什么要一国一制 我想不通 对 为什么 凭空给他一个优待 为什么 因为独立不了 你为什么不一国一制 对 对 我同意你这看 就是说如果说他能够这样做的话 他如果说能够这样做 一国一制的话 我想对台办 或者国家政治角色 他可能会这样做的 他估计他还是考虑一些问题在里面 我也同意你 刚才卡尔说 为什么你要给他特殊代价 因为台湾的法律地位 跟江苏省是一样的 跟山东省是一样的 对吧 但问题所以给他这样一种 这个临时性的特殊代价 我的解读 因为他的确跟大陆 分开比较长时间 所以给他一部分这样一个 过渡时期 让他的事情 减少这种冲击 给他们带来的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 这在台湾很多人 的确有这种心理障碍 因为他对大陆不了解 受到台湾媒体的宣传 比如这个 就像刚才我说 思想改造运动 听起来很可怕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大陆 经历过这个 就是那个 听起来就可怕了 不然那个 我来插一句好不好 就是说 卡尔先生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可能是一国两制 它的实行 会比一国一制 至少在至少在短期或初期的管理成本会低很多 如果一国一制 它的管理成本反而会比较高 可是管理成本是什么 反映的就是台湾人反抗可能会有伤 死的又不是我吗 你就死 他就想要反抗 他想要反抗就让他去死 没有 有什么 就好像是 巴勒斯坦那里 一天到晚 在打打打打打 那个就是一个地区的不稳定因子 那边怎么繁荣 就好像 烏克兰跟俄斯这场战争以后 你看以后乌克兰他要怎么建设这个国家 里面一定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好意思 我插嘴了 Peter你说 对 我觉得卡尔你这个有关这个 反正他们死就死呗 这个 从决策这个层面 他不能这样做 那个比如说 咱们大陆上以前有过一些 比如说从新疆过来的一些极端分子 对吧 在南宁用刀砍死很多人 在北京驾着那个吉普车冲上人群 到把人压死 还有爆炸的这些东西 这个事情发生了 就是你能不能说 这些人 我都把他们全都关起来 或者我就怎么样的 这样子的代价会很大 包括在台湾 比如说台湾两岸统一以后 对吧 台湾肯定有很多人会反抗 用各种方式 包括比如说像台湾回归中国以后 对不对 出现二二八事件 其实回归以后出现二二八事件 这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共产党在那里 也搞些要给国民党制造难题 这也有 另外呢 有没有一些原来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 这个叫做获利团体 获利群体这些人 他觉得自己高于大陆来的中国人一等 专门挑衅检视 把你看得不顺眼 然后制造事端 这种情况也有 对吧 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政府肯定会 因为维护社会的治安 他肯定要这样做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还是要有 过后还是要有安抚政策 对吧 怀柔政策 其实中国 中国 比如说清朝明朝 尤其是明朝 为什么朝鲜那么服服帖帖的 效忠中国 就是因为他的怀柔政策 非常的起作用 所以有的时候怀柔政策 为了长远的这个目的 他是对的 嗯 好了 好的 那我接受 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一下 你根本要批评他 来你说 没事 你批评吧 对 刚刚我第一次问你 台湾统一一国两制之后 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你的第一反应仍然是 面向台湾观众告诉他们 统一之后你们有什么好处 我问的是中国 但是你仍然不对我说话 这说明什么你的第一思考 不能是台湾的人 凭什么 我问是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你应该回答是中国 哈哈 你把中国跟台湾切太开了 来你继续 Peter不是这样想 然后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问你一国两制 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你第一反应应该是 14亿中国人 而不是2300万台湾人 你刚刚的第一反应是 2300万台湾人 所以我 你误读我了 好我告诉你 我也不是替大陆说 我也不是替台湾说话 因为我本身 也不是中国籍了 因为我这个 站在边上 可能看得更清楚 你听我说 Peter你是高华 好了 我也不属于高华 你不高 不高 你是华 华人 好 我说是这样子 你要问的就是说 两岸统一后 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好处 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应该对整个中国有什么好处 是包括台湾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台湾回 现在不是回归问题 台湾跟大陆统一以后 两岸统一以后 拿掉了美国拿台湾 来牵制中国大陆的一个很有力的手段 这是一点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知道中国大陆在过去的70年 50多年尤其是50年 70年以后 跟外国建交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要求 你必须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非常成功的一招 外交上的招 那这样一招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台湾不会被别人 你要承认我的领土一部分 那台湾不会被人家拿作一个工具 来打中国大陆 所以这不是利益吗 我的领土完整了 怎么不是利益 全中国的利益 不是台湾给台湾省的利益 而且卡尔先生 不好意思 我插入一下 卡尔先生 还要考虑 就是国家统一以后的政治稳定程度 是怎么样才能够维持这个稳定 是这个意思 提德先生 我的意思是说 我重新表述一下 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当我问你一国两制对中国有什么好处的时候 你仍然是在你上面的内容 不再是说中国的 而是说台湾了 所以你第一反应该是 像我解释 对中国有什么好处 但是你没有这么回答 所以我对你这个表现有点失望 并不是说我不认为统一这个东西 然后 接下来事情 最后说两句我就吓了 第一 我看到这个群里面有很多人 对我这样的人就是很有意见 首先第一点 我代表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部分人的意见 对吧 我只是少部分人 所以你们有意见 对我个人有意见 不要因为我 对我们14亿中国人有意见 如果你对因为我 对14亿中国人有意见 说明你被洗脑了 没办法独立思考 以偏概全 第二 我不是国家领导人 只是一个普通公民 所以我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声 我刚刚说的也符合法律 所以希望你们攻击我个人 不要因为我 而影响我们是自己中国人的形象 不要被洗脑 不要以偏概全 大家不要制造转换 我做了什么事情 针对我就行了 然后第二点 我说一下5030这个问题 我说一下 就是上次我跟5030的事情 简单说一下 首先5030这个 像5030这种人 他的逻辑其实非常非常混乱 你跟他讲一点事情 他直接我认为就行了 你对于这种逻辑混乱的人 你只能基于他认同的事情来 他不认同 他通通都不认同 你跟他讲再多也没用 你只能基于他认同的理念 来 就顺着他的思路来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上一次我经常逛YouTube 然后我上次有一个YouTube的 就是有一个YouTube的一个网友 他就跟我说 就是台湾人 他跟我说 中国的实力远远不如俄罗斯 正常人这个时候 会跟他解释一下 中国的实力比俄罗斯强 但是我不会跟他这么讲 太浪费时间了 我又直接跟他讲 对 我对俄罗斯比中国强多了 所以美国要联合中国来一起对抗俄罗斯 你们台湾马上就要被抛弃了 然后他就直接说你认真的吗 我就跟他说 那你然到你认为俄罗斯比中国要弱吗 他就不回复我了 所以对于5030这种人 你要顺着他的思路来 然后得出一个很奇怪的结论 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服他们 而且第二点 关于Pieter先生 你刚刚讲 就是我为什么不追他到底的原因 因为5030这种人是不会认输的 你到一定程度就到下一个话题吧 你继续追他 他也绝对不会认输的 他会继续在这个圈里打转 死活不认输 最后你指望他认输吗 可能吗 对吗 你想象得到他说我错了吗 或者说我错了 我这个想法错了 不可能的 你可以让他稍微犹豫之污结巴 这也是另外一种程度的 这就是已经是极限了 最后我批评一下 我们上次不说高华 就是那个皮花 你又批评他 好 因为他上次跟我 他上次是他私信跟我说 他有话要跟我讲 然后我上来了 我没有感觉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讲 就是我感觉我只是个旁听的故事 他应该找我有事 比方说卡尔你上来 我要骂你 可以 我接了 那你没有骂我 那你也没有说你爱我 你要找我当老婆 也不是 那你找我干嘛 你找我当观众吗 你要找我总要有点事情 你要说你骂我也行 你爱我也行 你总要来一个吧 你叫我最后没有说什么 然后说一下这个皮花 说一句 说一个点就是 皮花上次说那个 就是我们要保护动物这个事情 我讲一下 皮特先生也讲过 就是首先我们这个生态系统是由多个生物组成的 有很简单的生态系统 很复杂的生态系统 像沙漠的生态系统属于非常非常简陋的生态系统 只有几种动物 所以任何一个动物它突然没了 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但是像地球这个大的生态系统 它涉及到成千上万种动物 所以一种动物死掉了 其他动物可以填补它的位置 所以这种生态系统是非常稳定的 生态系统越复杂 它就越稳定 它抗外部的干扰能力就越强 所以某个动物从中抽掉了 它还能以稳定运行 但是生态系统越单调 它的风险能力就越差 所以保重保护珍稀动物的实质是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我们人类就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所以我们保护生态系统的 保护珍稀动物的本质是保护生态系统 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我们人类在这个生态系统当中 我说完了没有什么想说的了 好谢谢 我在这里呼吁皮花 皮花下次你call卡尔先生 你要跟他对话好不好 你不要自己讲自己 你这个不对啊 皮花 好了那谢谢卡尔先生 谢谢你的连线 谢谢卡尔先生 我回答一句 那个卡尔好吧 就有关一国两制对大陆有什么好处 我没有回答 其实我是说了的 如果他生一国两制 他就减少了管理台湾的一些代价 对吧减少一些阻力嘛 对整个中国是有利的 对吧 应该是这样子 对啊 好这个年轻人后生可累 对对对 挺好 非常谢谢皮特 你真的很有耐性 果然就是当老师也不容易 你平常遇到很多学生 大概大概也就是 就是必须要这样 养成了这样子 儒雅的个性 我遇到太多刁蛮的学生 而且非常聪明 所以所以没有在怕的 非常谢谢这个皮特 今天跟我们的联系 真的真的 你真的超联系超久的 真的谢谢谢谢 感谢你感谢你 谢谢谢谢皮特 这个也欢迎这个皮特 你下次再来 我们看下次还有什么议题 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 这个观众都超喜欢你 好 我现在我就先下了 大家晚安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皮特 谢谢皮特 好 谢谢 拜拜 好 等一下 差点要把自己给断掉 先把皮特 好 OK 好 非常谢谢皮特的联系 来我来先谢谢这个 YT的斗内 来 谢谢这个 Charles Chan 谢谢 好了 谢谢简文斌 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岛的命运 两岸很可能以解放军包围封控台湾岛 可能也可能会架空割据政权中央接受岛内各乡镇县的分区起义啊 分区起义啊 金门可能先起义啊 和平接受起义区对岛内发生政治影响 OK 嘿 对啊 金门有可能啊 来 简文斌 现实是一个中国主权内部的中华民国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的斗争 内战还没结束 不是两个中国 对 来黑烂 上海疫情已经每天下降很快 昨天264个阳性无症状4000多 上海一半以上地区已经开放 超市恢复引起来 目前台湾疫情大大超过上海 希望5030未得不到免费检测的台湾百姓大声呼吁 来白痴堡 给李坚强教授的爱国情怀点赞 湾百年运啊 掐指算来昂煞的国运也快到头了 来白痴堡 换个角度 为什么会有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而没有古中国一说 因为中华文明一直都在台面上 中间瞌睡了百年 让东洋鬼子和西洋鬼子趁火打劫了 来 我来谢谢这个江湖好汉 卡尔是对的 台湾人都是羊 武统了 没有雷霆手段 必有大患 齐兄大声 一国一致成本的确更高 别的不说 如果一国一致 台湾各级政府得有党委书记吧 大陆一人7000万党员 不只吧 台湾2300万人 不说一百万党员 10万总得有吧 大陆上哪去找10万个合格的党委书记 拍到台湾去 这倒是 台湾没有这个党的组织 来 波波废 皮特教授 言之有误 谢谢 持之有顾 Yumi Chen 捷克可以让七七上麦吗 GG是不是 我等一下连他 来白痴堡 卡尔的逻辑 弯弯大多数人 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怕武统石 弯弯打出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的招牌 反而增加大陆人的牺牲 不如顺其自然 把弯弯视为异主异类 雷霆手段物理消失 这样心里更平衡些 臭边边 是谁在陆克火烧车事件说干的好 死的好 火烧这火烧这 就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台独分子啊 谁在新冠疫情每天在那里武汉肺炎 污蔑我们 谁又在郑州水安说死太少 又是台独分子 你们说 不灭台独分子是不是没有天理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好多代码我都不会毒 好 来我接下一位啊